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們GSU ECROMS 和大家來到英國南岸 一個旅遊熱點叫做Brighton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是一個距離Brighton 大概20分鐘車程 到的一個新家屋苑 今次會介紹一個示範單位 是在放售的 一個四房半獨立屋 有一個車房 我們去之前先看看我們現在 前面的一個碼頭 所謂的碼頭 並不是上船下船的碼頭 是一個娛樂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看景色多漂亮 Brighton距離倫敦不遠 火車最快1小時5分鐘就到 一個大概有28萬人口的城市 都不算小的 前面見到這座建築物 另外就是機舖 基本上英國的海邊城市 都會有這種amusement的地方 除了娛樂的位置之外 亦都會有一些正常的 high street的購物中心 我們現在見到的前面 都是一些比較新正的購物的地方 這個Brighton的線心都不小 一頭一味 走完的話 其實都要 至少20分鐘半個小時才走完 然後呢 除了 那邊的主要購物中心之外 另一個旅遊的熱點 就是這個 Northlink 大家見到那個 這個店鋪 周圍的顏色都是非常之豐富 非常之 那麼colorful 那購物有很多都是復古的事 那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購買的 那又普通的手飾呀 又或是衣服呀 到食物呀 好似要這樣賣的一些fudge 一些比較甜的東西 坦白說我個人不太喜歡吃這一種東西 很多的復古的沙漠 今天我們來到Brighton的最主要目的 除了是看這個這麼特別的地方之外 主要的都是看一個叫Chocas Rice的屋苑 因為公屋苑都差不多賣尾了 賣剩很少單位 所以現在都是放售示範單位 我們現在就快到Chocas Rice這個地方 看看周邊的環境 其實都是一個住宅區 比較近海邊就比較多遊客的設施 又或者是住宿 看到的附近都比較多一些的Bungalow Bungalow通常都是一些退休人士 活住的地方 因為不用走樓梯 也是很方便 對於路人家來說 對於路人家來說的話 不用走上走下 用廁所 回房間 又或者在周路樓下用過廚房 不過就算不是Bungalow的話 其實 都有方法的 例如走樓梯不方便的話 我們可以在樓梯裏 製作一張 一張 Challift 我們在樓梯裏 我們前面轉彎 就到 這裏附近也有巴士線 我們可以見到的 也有來回的巴士線 Chocas Rice 就在我們現在的右手邊 轉入去這裏 是Barris Homes 和David Wilson Homes 合作的 在這裏區 基本上可以說 是唯一一間 唯一一個新的發展 我們現在就到了 一個屋院的入口位 看一個四房 示範單位 是正在放售的 屋形叫Woodwell 是1291尺 即是差不多1300尺 三層高 有個車房 和那個花園 已經弄得很漂亮 這個位置稍為高了上來 進去之前 也有個閃縫位 我們現在進去裡面看看 先進去看看 進來之後 這個圓關位 這裏 感覺上好像 有窄了少少 但是也夠用 對 前面就是飯廳 連同客廳 左邊就是廚房 右邊就是 樓下的WC 然後這裏就是上樓上 我們先看看廚房這邊 這個廚房是升級了 升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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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就是這個 石的檯面 看看大家 喜歡不喜歡這個石的檯面 它的窗也算是挺大的 正正前面的 兩隻窗可以開到 旁邊也有玻璃可以透光進來 這隻窗可以整隻打開 推出去 就是那種 精管一彈一勢 看到不少車在這裏經過 其實這個是屋苑的入口 所以會比較多車 下面也有個小碟機 用四個火的明火主食爐頭 熱水爐就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下面也有個洗衣機 也有一個焗爐 一個焗爐 七烤煙機 廚房也不算小 看到有很多的平陀位可以 切東西 現在 準備食材 這邊也有一個位置可以放到 焗爐 還有一個桌子 這個位置其實有些人會用來做一個 寫室的 但是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 我覺得就可能會好用少少 但是就 感覺會闊落一點 尤其是因為那個的雪櫃 是放在這裏 那就好一點 那樓底大概是2米2 2米3 接近2米3 那地下應該是鋪了一個Lominate 看完廚房之後 就在對面看一下 牛仔WC 這個有點可惜的 它是沒有窗 不過呢 也有一個抽血線在這裡 再看一下 那些星盤的位置 都是一個 的 Standard的 設計 和配套 再看看圓關位 那它不算太窄的 起碼它的門這邊 旁邊有多少少位 接著就來回這裏 有一個 有一個 可以令到這間屋子 會亂很多 接著就來看一下 客廳連著飯廳 那這間屋子 那這間屋子 其中一個最大的賣點 那個廳最大的賣點 就是這裏有 有一個 其實呢 其實呢 不是很多的 Barris的樓 這個位置 會有一個 Skylight 那這裏 前面有一個 花園 還有一個 波台 那個是會留下的 我們稍後呢 再和大家去 看看外面的環境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可以夠位置放八人 甚至乎十人桌 那有落地玻璃的後面 那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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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歡打通了 飯廳連下廳的話 那其實這個單位不錯的 那廚房也藏在前面的話 那也可以把 煮東西吃的氣味 那不會是散 進了這個廳的位置 那Great Data方面呢 那這邊的手法有一個 那另一個呢 就是 接著前面 那邊的位置 那夠位置放 都起碼好像他那樣 兩張的三人梳化 那在這裏呢 樓梯底也有一個 充電的 那也不算小 那充電的 那Fusebox都在這裏呢 那看完了樓下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就上樓上了 那樓梯不是對到正 那個前門的 那上到來之後呢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有三間房子 我們鏡頭這個位 那有個Farm的Bathroom 那正正前面兩間 那我們先看了這間 小房先 那小房呢 那小房呢 在舊位置放一張單人床 那已經是做了一個 入場的衣櫃的了 那裏呢 就放在這個位置 那再看回景 那這個景呢 那個CN袋呢 非常之好 因為前面的樹 這樣擋了 那就算是樹後面那邊呢 那些民居都距離到比較遠 那所以 基本上沒有人會看到這間房的 那這個櫃看看 那有個櫃到呢 那也可以弄小 一件傢俬啦 那這邊看看另一間的雙人房啦 那這邊呢 那也有一個入場櫃 那看看那些什麼呢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可以說有一張的梳妝台啦 那這邊呢 而另一邊呢 那 我還回來掛衣服 那這間房其實不算小的 那邊呢 看到是可以三邊輕易落到床 之餘這邊還有位置靜 跟剛才一樣 這個房間的聲音度就非常之好 就算是鏡屋院比較外面的位置 其實進來之後 三下窗後就非常之靜 之後就過去旁邊看看 另一間的商人房 不過看之前 我們這裡是有個Storage 也有個熱水缸 確保大家都有熱水用 而這間的商人房也有一個入場衣櫃 這裏就看著內街景 趁我們在這個時候也跟大家說一說 對面的單位是跟這個單位一模一樣的 所以看到前面的單位 車房前面有個車位 這個單位也是會是這樣 因為現在 大家可能看到Sales Office的時候 未必可以 想像到 究竟那個車位是怎樣 就是跟對面一模一樣的 要看著 看看衣櫃 那就分開了兩邊 那就沒有剛才那張桌子 都不錯的 然後就看下這個 Farmy bathroom Size來的是OK的 還有有窗 但是 他就是沒有弄到一個全磚 所以可能 要找師傅來做一個全磚 再加上那個 花灑位 還有一個screen 又或者是 浴簾 有抽氣線 還有 磁盤位 座座位都算是幾 闊落 這邊是有一個 Radiator 就看完了 一樓之後 我們現在就上去樓上 前面正正對著的 是一個Storage 然後才會到 整層 都是主人房 其實這個設計挺好的 有什麼好呢 就是 主人房的門 在這個位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需要 在這個Storage 拿東西的話 不需要進入主人房 都可以拿到 都挺深的 這個位 都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 這一種的單位 特別是把主人房的門 放在 樓下一樓 我覺得就沒有那麼好的 這個 就非常之好 好了 那麼這間房 這邊呢 不是有 兩隻的Skylet 然後這邊就看上去 好像沒有窗 但是呢 其實開了這個 On Street的門 這邊是有窗的 這邊也有一個 Dressing的位 已經是整好入場櫃 去到這邊也有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位置可以製作的 來打開其中一個櫃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呢 是挺深的 因為它用了 旁邊Easy的位置 給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 對啦 去到這裏呢 那上面 是斜頂 跟著這裏才是直頂 來的 就是那個 旁邊的牆身 所以其實它也挺深的 上面這邊呢 就稍為淺一點 也沒什麼所謂的 而另一邊 這邊呢 那這個就是完全地是平 還有呢 都去到很高下的 這裏就升高了一點 因為在樓梯 上面 那到底這裏有多高呢 我們同樣一量一下 看看 那是有2.67 米那麼高的 太高看不到 那最高的位置 就是超過2.6米 這個主人房就非常之寬敞了 放到Kingsize的床 完全是沒有問題啦 那這邊有一個 的 那這邊呢 那其實 可以做個 Reading corner 又或者 放多點衣櫃也行 對啦 因為都幾多位的 那因為它上面夠大約夠高 所以就算這邊有斜頂呢 感覺上都不會去局促的 那我們看看這邊的景先 那CN代是非常之好 因為只是對著前面的樹 那這個呢 Sky就這樣 開就可以了 看見到隔壁屋呢 對啦隔壁再隔壁啦 那它都建了個 Summer house啦 那這邊呢 那這邊也有個位置可以擺梳塵桌 那還有這個呢 還是 很闊落下啦 那如果大家是喜歡一個 大的 村民房的話 那這個屋形 都挺好的 然後呢 到最後看完這個 這個On Street啦 On Street都算是幾闊落下啦 比一般On Street都要大的 那有個正常的 雙人的 不是雙人啦 這個 這個闊身的 洗澡的位 那上面也有抄襲 那這邊的窗呢 是可以整隻推得開的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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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也可以放一些櫃來擠一下東西 那這個星本的size都不算小啦 那這邊呢 是一個磚的 那這一個的示範單位的放售價呢 是454995 即是455K啦 那已經包了 譬如說 地毯啊 地板啊 這些入場的衣櫃啊 那其實只是做這堆upgrade 都要不少錢的 那那些燈也都會留下啦 好啦 那我們看完了這間屋的入面之後呢 那現在就和大家出去看看一個花園啦 那這個花園呢 都幾靚下的 那還有除了這一個的示範單位之外呢 這個屋苑裡面還有另外兩個示範單位是放售的 那這個花園呢 那看看花園和車房的位置啦 那現在車房是Sales Office啦 那中間會佔一半的 那左邊的一半呢就是跟這間屋啦 那右邊那一半呢就是旁邊那間的獨立屋 那這個可以畫一間Links Detach啦 旁邊那間屋的話 那隔離是三房的 那我們今天看這個就是四房啦 那再看一下一個花園啦 那其實花園呢都會留下的啦 那譬如這個的坊也會留下的 那這裏呢 這和達寧屋的花園中間那條界呢 那就是那個門啦 那去到大概是這個位左右 那中間呢會是 建建一個欄杆的 那一塊木欄啦 就好像 我們看到前面的木欄一樣啦 那這個坊留下也挺好的 就算自己弄的話也不便宜啦 還有呢 這個是 比較適合香港人的 因為外面沒有什麼草地 其實只有很少地方有草地啦 旁邊那些矮的植物 都很容易打你的 那剛才就提過啦 那這裏還有另外兩個的示範 但我正在放售中的 那其中一個正正是我們前面的這個啦 那這間屋 和我們今天介紹的這間屋呢 那中間有個 車房連住啦 那這間屋呢 也都有自己一個的車房的 那這間屋呢 也都有自己一個的車房的 那也是一間 那這間好少有的三房獨立屋 也都會有車房的 示範單位啦 那都在整個屋苑的門口位 見到這場巴士經過啦 那這裏走過去兩分鐘就是到巴士站啦 那我們之前介紹過前面這一間的 四房獨立屋的示範單位啦 那好難得地現在竟然還在 那個market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客廳 那都是相當之寬敞的 那還有這個的開放式廚房 連同一個飯廳啦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看下面的連結 我們現在就看看放賣樓的最新狀況啦 那這個是Barris Homes的site plan來的 那現在還剩下大概 16個單位左右啦 那另外呢 另一個site又另一個發展商是David Wilson Homes 那現在剩下大概3個單位左右 那所以加起來呢 剩下的單位都是不夠20個的 那我們之前有介紹 一個Norberry的屋營的單位啦 現在又在放售中的 那是416 和隔壁415 這兩個單位 那416個單位呢 那就是4199個 那就是420K啦 那隔壁這個呢 那就是423K 那這兩個單位的 座向呢 那都是向著 東邊啦 或者是東南邊啦 那個花園 那這兩個單位有什麼不同呢 那當然價錢416就便宜少少啦 那便宜是哪裏呢 那其實 部份呢都是因為花園 這個比較小一點啦 那415個花園就差不多 Double了416個 那兩個單位呢 那個車位都是旁邊 這兩個Double Parking啦 那前面都是看得相對地開揚的景的 那但是415後面這個景呢 那就會變有 多少遮蓋了啦 那這陣子的屋 那但是416呢 那那花園就沒有 那這樣遮蓋的 那所以就看看大家 喜歡是一個大的花園啦 還是可以看得比較開揚一點的景啦 那除了這兩個單位之外呢 那將會放售的 是這兩個的 半獨立屋啦 443和444 那那花園的座向呢 都是向著南邊啦 西南邊那樣啦 那 方向的話都是不錯的 那這兩個的單位呢 那泊車方面有多小不同啦 443就前面是 平排那樣 那但是444呢 那就是Double Parking 那講回那個 泊車的話 那443就會方便一點啦 那如果這個光景不對的話呢 那其實還有其他的選擇的 那譬如好像 這個叫做Ellerton的單位啦 那都是三房來的 那不過就比較小一點 那是兩層高 那價錢也都比較相宜的 那是 359995啦 那這個都是同價啦 那這個方向的作向就向著 北邊啦 東北邊那樣啦 那這兩個單位都是 那就是And Terence的單位 那另外呢 那也都有 Apartment的單位是放售的 那這個價錢呢 那也都是比較低一點 那是267995 那這個的 糧房單位是再便宜多一點啦 那是254995 那剛才我們就在前面的左手邊 那個街口轉過來啦 然後走過來 一分鐘左右呢 那已經來到一個 那麼大的草地啦 那值得一提的 那其實前兩天呢 是下過 暴雨啊 那但是都完全地沒有水浸的跡象啦 那這個景真是非常之靚啊 那海邊呢 就在我們前面這個位啦 其實是一個超大的公園啦 那我們都看看整個環境啦 那我們現在身處在這個位 那其實去這個的海邊 那都是幾分鐘的車就到啦 那大家如果又走開山的話 其實Seven Sisters呢是一個行山很棒的地方來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好幾年前拍的實景啦 那去到Brighton Marina呢 大約16分鐘的車就可以去到啦 或者去Brighton就21分鐘 那在這個方向呢 Brighton College 一間英國排名很高的私校 也是在這裏啦 那而最近的火車站呢 就是這個位啦 Lilhaven這裏 那可以直接去到倫敦的 那剛才我們提過呢 就有一個叫Brighton Marina的地方啦 那就是我們現在在前面這個 看到這麼漂亮的 一個碼頭的位置啦 整個西貢的 那除了這個這麼漂亮的景色之外呢 其實Brighton Marina也都有 一間大的超市 Aster啦 還有也都有戲院啊 其他的娛樂設施的 那如果去超市的話呢 那不向Brighton方向而反方向的話呢 那去這個叫做 Newhaven那邊啦 那也都會有一間大的Saintsbury 還有一間大的 Odi的超市啦 那都是大概10分鐘不用就到了啦 而另一個比較少人知的 的特點 Newhaven呢 那就是那裏是有 船啦 那輛車是可以上 船那裏呢 那是去到法國的 那所以現在大家是喜歡去 歐洲去旅行啦 尤其是自駕遊的話啦 駕自己的車去 去 旅遊的話 那這個地方是非常之方便啦 那剛才就提過啦 那另外呢 還有兩間的示範單位 將會放售的 那其中一個的示範單位 那會有前面的這個 花園的吧桌啦 那也都會留下的 那和你看到呢 其實那個 草也都不算是佔用很多地方 那所以其實都容易打你啦 那這個單位暫時 是未放售的 不過呢 我們已經是拍了片 那亦都是 等它放售的時候 已經和大家會說回啦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都歡迎 盡早和我們聯絡 那我們 可以和發展商去爭取 提早它放出來啦 那如果大家喜歡南邊 但是看不合這個屋苑的話 不要緊要 其實在附近 Eastbourne有一個 新的屋苑 那也都是 我們是放售的 那如果大家有聽過 Eastbourne College的話呢 那其實這個屋苑 駕車過去都是 10分鐘之內就到的啦 那另外 距離 Brighton和倫敦之間呢 那也有一個地方 叫做 Hayworth Heath 那現在放售 剩下一個 的四房獨立屋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看回下底的連結 那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一個非常之罕見的 Bungaloo的新樓啦 那不過呢 現在被人買了啦 但是不要緊要 同一個屋苑呢 還有三房 四房 和五房的 現樓單位的 那另外 在倫敦以南 那也都有 個的 新的發展項目 那裏面有好幾個 Apartment單位 那現在呢 剩下的單位 包括了一些的 示範單位啦 那另外 去到 近住 Chichester那邊呢 或者是 Chichester那邊呢 那我們也 都有 屋苑是介紹 給大家的 那至於在 Chichester 和 Brighton之間呢 那也都有兩個公園 Rabangage 和 Eccleston Park 那大家可以看回 下面的連結啦 那這次跟大家介紹這個 在Brighton附近的 示範單位 連連結樓啦 一個非常罕見的單位 到這裏為止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的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到我們 在英國租屋 賣樓裝修 甚至乎 買樓呢 也都歡迎 隨時找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